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顾客Ms H今年46岁 她有了这个RARomodron Arthritis内风式关节长达一个四年的历史 这个内风式关节导致她全身的关节都长期的疼痛 而她每天需要吃三到四粒的止痛药 从这张照片也会看得到她的身形是属于偏瘦型的一个顾客 那这个RA对她的所有的关节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这张图里面我们看到所有的红点都是她痛的地方 长期每一天都疼痛的地方 就包括从她的大椎 她的背后 她的肩膀 她的那一个手肘 手腕 然后她的臀部坐下去 跟她的膝盖呢 脚跟呢 脚裸这些地方长期疼痛的 那她的手的关节呢 两排 两只手的关节 这两排的关节呢 跟她的那个手腕呢 跟她的脚呢 这些所有的关节呢 都是长期疼痛的 那在这一个图里面 我们看到青色的这个部分 就是她从不只是疼痛 从她的臀部去到她的脚的筋呢 都非常的紧绷 很不舒服的 所以呢 她的生活来讲呢 是都是在一个很疼痛 很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底下呢 靠止痛药来止痛的 内风式关节炎是一个免疫系统疾病 她会对患者呢 造成有很多很不舒服的一些症状 那我的顾客Ms.H呢 她就拥有了上面这整排所有的症状 就是她的关节会很肿胀 很疼痛 然后她会呃 沉浆持续有半到一个小时或更久的时候 所以当她醒来的时候 她不能像普通人一样 拿起她的手机随意的按 或者她要捡起一样东西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这也导致她的脚 她的臀部到她的脚那边呢 的筋非常的硬 她走路也不稳 而且是非常的有点慢 然后她的人会觉得很疲累 人很瘦 体重会下降 因为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咬食物 那也庆幸的她没有以下的这些症状 然后内风式关节炎除了会引发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以外呢 她也会看到下一面的并发症 内风式关节炎带来的并发症呢 会有很多 第一个最给人家关注到的就是关节受损 那底下这张图呢 就会看到内风式关节炎15年过后呢 它会导致手脚的关节会变成畸形的 所以这个是Message很不想看到的一件事情 因为她现在拥有了这个RA14年了 所以如果她没有好好保养的话呢 这一个内风式关节炎 它的棉系统会错乱 它会攻击她的那个手跟脚的这些关节 它有可能会变成像图中的这种畸形的这个情况 那同时内风式关节炎呢 也会带来其他的并发症 比如是心包膜或者它的有血管上的问题 神经上的问题 心脏 心肺 眼睛 贫血跟骨折似送症 所以她希望透过这个H-Rodal Hydro Oxygen呢 帮助她减少她的身体的疼痛 也让她提升她的那个免疫力 让她这个内风式关节炎的那个情况得到一个好转 对风式关节炎呢 也导致MSH的那个生活品质非常的差 第一个她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她的裂下颌 就是在她的嘴巴的关节这个部分呢 疼痛 痛到她没有办法开或者关她的嘴巴 所以也导致她胃口非常差 很冷很瘦 一般我们能吃到的食物 她的嘴巴呢 都不能自由的开关去咬到这个食物 所以呢 对她来讲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第二个就是她晚上呢 一般都会痛醒好几次 她不能一觉睡到天亮 然后她通常睡也是大概是四个小时过后 她就会自然痛醒了 然后当她痛醒了过后呢 她不能马上的动 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过后呢 才能缓缓的开始移动她的手指或者她的脚指 去求救或者找人去帮她按摩去舒缓 那第三个呢 就是因为她不想她的RA长期靠内固醇 不管是在吃的那个药的内固醇或者打针的 所以她每天呢 都需要吃三到四例的止痛药呢 帮她舒缓她这些关节导致她不能吃东西 或者不能自由移动的那种疼痛跟不方便的这个情况 对于类风势关节炎呢 最有效的止痛方法恢复她的体力的方法呢 就是首选我们的HO 因为HO清氧气疗呢 我让她每天睡10到12个小时呢 可以有效的帮助她达到一个止痛减发炎 恢复体力的一个功能 那等一下我们将会分享更多 HO怎么样帮助她止痛 可以让她睡得更好 精力会更好 第二个呢 她就用了我们的HTT-Mobile无针针灸 然后HTT-Mobile2呢 放在她的百灰穴充电 然后同时呢 梳理她僵硬的那个身体跟关节 跟一些很紧的筋呢 让她更加的舒缓下来 第三个就用了我们的LiteSpark 10到15个cc 那LiteSpark呢 让她调整她的体质 突破她健康问题的这个东西 然后也让她的恢复呢 做得更好 在第8天的时候呢 就告诉我 她开始退肿了 而且走路更快可以举起手 开始打气功了 那从这张照片呢 我们看得到 她的手呢 是比较肿一点点的 而且清根很明显 那不只是在她还没有开始用HTT之前是手肿 她其实双手都不能100%把10个手指合起来的 所以当她说了8天的HTT过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她的双手比较明显退水肿 清根也没有那么风险 这个是她的右手 这个是她的左手 我们会看到她的after呢 8天过后呢 那一个清根不那么明显 然后整个手的size呢 都会看得到比较退肿 那同时呢 她第8天过后呢 我有叫她把10个手指合起来 那之前不能合起的手指呢 也能合的比较好了一点点 而且减少疼痛 那除了是可以让双手合起来退水肿 我也看得到她走路呢 会更加快一点点了 比起第1天我到她家跟第8天我到她家 她走路来开门的速度 也快了大概50% 那还有 她还可以呢 打气功一天打三次 因为之前她所有的关节都疼痛 所以她的手没有办法自由的举起来 所以当她吸了HTT过后呢 她很开心跟我分享 就是说 诶 我的手现在可以举起来了 同时哦 我还可以哦 打气功打三次哦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黑秀对她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黑秀呢 是最强的一个灭烟药 因为黑秀呢 是可以达到呢 帮message做到一个止痛补充精力的一个效果 所以在她还没有开始用黑秀之前呢 她的内风式关节炎呢 都是使呃 长期疼痛的 而且她不想用任何的stack 不管是打steroid的药啊 吃steroid的药或打针呢 她只是用了一些止痛药或panadona帮助她止痛的 所以导致她一天呢 要吃三到四次的止痛药来止痛 那每天晚上呢 只是睡四个小时就醒了 半夜一通醒了 她还会持续的痛 痛到不能动 然后要痛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过后呢 才可以叫人家 向人家求救 或叫人家帮她按摩一下 舒缓一下 那以前呢 她是大概每天到了盘晚六点多就开始会很累了 所以当她吸了黑秀三个三天过后呢 她就说 诶 我可以耐到我晚上八九点 我才感觉到累 而且第三天呢 我到她家的时候也会看到她气色好很多 走路快很多 还可以给我聊一个小时 那之前呢 是完全是有气没力的 人非常非常的疲累 到盘晚六点多了 几乎是累到不太能动了 那她吸了黑秀一个第二个星期过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 她的止痛药从三四次降到止四次 两三次 那以前呢 睡觉呢 是要睡到早上凌晨四点呢 就会痛醒吃止痛药了 所以当她吸了黑秀第二个星期过后呢 她就说 诶 我的不只是我体力可以耐到八九点 同时呢 我的睡眠呢 也可以让她耐到那个疼痛啊 是早上六七六点到八点早上哦 才开始吃止痛药的 所以她感觉到她的那个耐痛的时间啊 已经拉长了 然后可以让她睡觉呢 会睡得比较夸乐低一点点 在第三个星期呢 MissH除了是用上我们的黑秀害 也用了我们的H1 Mobile 2跟LiSpark 那加了这两个保健下去她的treatment里面呢 她就说 诶 我的止痛药减到一次了 从以前三四次减到两三次 然后加上N2跟LiSpark的帮助之下呢 她的止痛药减肾一次了 而且半夜痛醒了 是可以接受的痛 然后可以拖到晚上十点才感觉到累 所以对她来讲是一个非常很棒的突破 因为H2 Mobile 2可以帮她舒缓她的那个经络跟她很紧绷的那个经络 然后加上LiSpark呢 也会加速她的复原能力 让她的身体的那个神经线 跟她的身体的免疫力呢 达到一个更好更平稳的一个状态 那一个月后呢 她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一个月后呢 大概第四个星期 她最开心的就是跟我分享 她有一个星期 不需要吃任何的止痛药了 对她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习性 而且半夜呢 只是大概痛一下下 不再是痛醒了 而且还可以继续的睡 所以我听到这一个她的分享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Rumotorin Adaltis 内风式关节炎 是一个只会情况越来越不舒服的一个 关节炎的免疫系统疾病 它不会 它只能缓和 它不能变好 但是在她用了Hedgehog HG Mobile 2 跟LifeSpark的一个非药物料理的一个方法之下呢 我们看得到她每个星期的进步 去到第四个星期 她就不需要吃止痛药 而且整个人 整个精神 整个状态非常的好 Hedgehog真的是让MixH 呢 让她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美妙 因为很开心的事情是除了她减少了她的止痛药 她的睡眠的时间更加长 她睡眠的quality更加变好了以外 她最开心的事情呢 是可以开始吃饭的 胃口变得很好 因为以前呢 她的这个有TMJ的这个问题 她的嘴巴不能自由的开关 所以她吃不到东西 人的胃口很差 人又很瘦 那现在呢 她的嘴巴的关节不痛了 她可以开始吃东西 甚至不只是比较liquid一点点的食物 她甚至可以开始咬一些比较硬一点的食物 她胃口变好了 饭量也是多了 整个气势真的是好很多 那同时呢 从以前没有energy的六点盘晚就累了 然后extend到八九点 extend到十点 extend到她到现在可以睡到第二天 而且晚上呢 都很少很少的疼痛 每天还可以有力气打气功啊 那她的活动也变多了 早上她也可以自由的出门啊 有一些进行很多的活动 精神变好 胃口变好 然后有能常常出去外面做活动 或者做一些运动呢 我真的是替她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HL真的让她的整个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妙 更加的健康 HL进氧气疗呢 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食用的 那HL进氧气疗呢 只要用上一到三个小时呢 就有效的去除身体的疼痛 水肿 疲劳 跟发炎的问题 使用NATURU非药物疗法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排毒抗发炎弊病的一个效果 最高效率的排毒抗发炎的方法就是使用HL HL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掉坏的自由基 排酸毒 达到一个灭炎弊病的最佳效果 第二项就是HTT HTT呢 是有效的排寒湿毒 疏通我们的经络 达到一个局部性的止痛 第三 The 1 to 1 diet The 1 to 1 diet的Step 1跟Step 2呢 是有效的启动一个自觉系统 它帮助我们的身体呢 排掉一个老旧细胞 让我们的老旧毒肺物呢 顺利的排出体外 而且补充齐全的营养 第四 就是用LifeSpark LifeSpark呢 最有效是排血液的垃圾 补充我们的神经细胞 而且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 那记得要长期保持健康的过程中 一定要常使用这四个方法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NATURU非药物疗法的 排毒抗发炎和弊病的效果 谢谢大家